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與巴黎萊雅合作介紹他們最新推出的 登登登登登 24小時無暇又潤粉底液 這款粉底液去年在歐美的YouTuber界 討論度非常非常高 很多人給出好評 那之前台灣買不到 可是現在買得到了不求代購 這款粉底液我覺得它設計的一個很貼心的地方就是 因為這個產品是在換季的時候上市 就是夏天要轉秋天 尤其我覺得台灣的天氣是非常多變的 就是秋天不是真的紮紮實實的有微風什麼的 並不是就是秋天我媽都會說什麼秋老虎 所以有時候會很熱有時候會很涼爽 那像面對這樣子的天氣啊 粉底液跟底妝這種東西 你就是要根據天氣挑選 可是這款粉底液我自己用了三週 我發現它是那種無論是炎熱 或者是涼風徐徐的時候 都很適合的一個粉底液 它的質地我覺得是很輕膚的 因為它添加那個玻尿酸的分子 所以同時又可以保濕 那我就先上這款粉底液 再一半的臉 我的皮膚是中性偏乾 那我皮膚的狀態最近這一邊 就是皮膚它是有點凹凸不平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特別是這一邊 然後兩頰我覺得毛孔是比較大一點點 而且因為之前的那個生理痘的關係 所以有留下一些些暗沉的印子 妝前保養的部分我都先完成了 那這次為了要扎扎實實的使用它 所以我就沒有用防曬 或者是任何的隔離在打底 這一次就單純用它 讓大家看到它本人的功效是什麼 質地很水潤 所以它其實一點點它就可以推很勻 我就先在眼睛這邊這樣點 我的眼下就是想要靠這個也遮給大家看 畢竟我的那個黑眼圈 我剛剛就是也忘記講缺點了 因為我想說它已經就是融入在我的細胞當中 它就是一個萬惡永遠回之不去的黑眼圈 它整體的遮瑕是夠的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就是 一般高遮瑕的粉底液 大家不知道我們這個經驗就是 它拍開或者是它推開的時候 有一種厚厚的粉感 就像麵粉那種感覺 就是粉粉我講不上來那個感覺 可是這一款都不會 它即便遮瑕瑕度不錯 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水感跟水潤的質地啊 就是是非常服貼跟輕膚的 我上完這一半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就單論眼圈這一邊 我覺得差距就很大 它的遮瑕其實已經大概遮了六成七成左右 而且我覺得最值得加血的地方就是 我的眼下是屬於比較乾的那一種 那這一款的粉底液 它即便遮到眼周這邊 我覺得整體的服貼度還是很夠的 好我兩邊臉都上完底妝之後 我特別把相機調暗 因為我覺得暗一點才可以看到這個底妝 就是它是霧面然後透出光澤感 所以我現在就是開始 360度轉給大家看 因為它是霧面的 所以它的光澤不是說我正臉可以讓大家看到 它就是一種多角度 可以透出微微的光澤 尤其是顴骨這邊 就是有一種 你看那一件打亮感 那現在是早上的9點47分 我要讓大家看這個底妝在我沒有定妝的情況下面 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等一下要去打大乳格 就是沒錯 我要飆悍去考驗它 所以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好所以我現在到了大乳格 然後從我家到大乳格 大概騎了40分鐘 而且是騎車 所以騎車40分鐘 然後現在外面的溫度 我剛看是32度 然後我的妝效是這樣的 拉近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持妝還在 而且你知道最誇張的就是你看 光澤感都還在 就是騎車玩什麼都還在 所以目前表現得還不錯 然後我先去裡面打球之後啊 大飆悍 才可以真正測試它是否防悍 所以我們就進去打球吧 我剛剛投了四眉袋 所以等於 等下我現在手指這邊都在抖 因為我打了八十根球 非常熱 我現在超熱 所以你就是看我 瀏海這邊就知道 我流出很多汗 那我給大家拉近看我的妝感 妝感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大流汗 我鼻洋這邊是有點出油 然後我兩頰這邊 我發現就是剛剛本來有修飾到毛孔的地方 稍微有一點脫妝 但是其他的部分 我覺得維持的都還是不錯 就大概還是八成在 所以脫妝的地方就是兩家 然後比兩的話就是出油 所以我等一下會用衛生紙 稍微把油按掉 阿囉 所以我現在在信義區 然後剛剛是從新莊騎車到信義區這一邊 所以你看騎車打大乳格 然後又騎車騎到信義區 然後我剛剛吃完飯 然後目前的妝感是這樣子 我覺得兩頰這邊就像剛剛打完棒球一樣 就是是有脫妝的 然後毛孔也稍微浮出來一些 但整體的遮瑕都還不在 然後我又發現眼中的部分也是稍微有點脫妝 所以會發現眼圈的部分有浮現出來 然後鼻樑的話我剛剛壓一點油之後 就是目前的那個妝感實妝度大概也是六到七 然後除了這一些地方 臉頰這邊 然後還有下巴 我覺得整體都維持得非常不錯 我都喝正常的華達奶茶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吃甜的 所以我上次有喝到我朋友五糖 超強醋的 我就是有糖才可以生活的 所以我都點華達奶茶 就是八分 要回家了 就回家做實測總結 回到家之後 現在是晚上10點37 我其實連拿這個手機的手 都非常酸 因為我今天打了120顆球 爆汗之後經過12小時以上的實測 我發現就是整體的臉 它跟我流完汗的那個妝效其實差不多 沒有差太多 所以妝感的話我覺得七成以上都還在 唯一脫妝也就是我後來流完汗有補充的 也是一樣 就是臉頰的部分 我毛孔有點打回原狀 然後鼻樑的部分因為出油的關係 就是稍微有點脫妝 我過程都是沒有按壓任何的蜜粉 或者是粉餅補妝 我全部都是用衛生紙壓一點點 我出汗或者是出油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比較明顯脫妝的地方就是 眼周 然後臉頰這一個區塊 到顴骨這邊沒有 只有臉頰這邊 然後鼻樑一點點 鼻翼下巴還有其他臉的部分 我覺得都維持得很好 而且最厲害的就是啊 它沒有氧化也沒有暗沉 因為最怕的就是一些底妝 它可能上的當下它妝效很漂亮 可是到了大概可能六個小時以後 就很容易會有點黃黃氧化 就是暗沉的感覺 可是這一款的粉底液也都沒有出現這樣子的問題 那這次的實測為什麼我直接說 去打棒球然後大灰汗 是因為其實我試用期間 有一天也是突然 我去大五格打棒球 然後打一打打一打 回家之後 又就流很多汗 那時候卸妝 我就覺得驚為天人 因為化妝棉上面 就都還是粉底液耶 那這一次我也是想說 我一樣也是實測的時候 去打棒球然後流很多汗 可以讓大家看到這個效果 那之前我介紹過一些 開架的底妝啊 粉底液什麼的 我發現很容易 有一好沒兩好 不是說它們絕對都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我碰到的機率還算高 就是可能是遮瑕度很高的時候 它通常上到我臉頰的時候會特別乾 就是可能會有芝麻 甚至是直接浮粉出來 那如果是很清透的話 就很容易塗濕了 就是我發現很少可以找到一個 真的一瓶就搞定的那種完美粉底液 那這次巴黎萊亞出的這個幼潤粉底液 也是因為我使用過三週 就是一直以來我都覺得是一個很穩定的 無論天氣是乾 是濕 或者是它是冷還是熱 我發現用這一罐啊 就可以搞定很多程序 所以其實我特別推薦給新手 因為新手可能一開始在摸索底妝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 怎麼好像又要買那個又要買那個又要買那個 到底是什麼 可是啊我發現這一罐它就是 比較像是那種一瓶可以搞定很多東西的 那如果你跟我的肌膚不一樣 因為我是中性偏乾 有時候很乾 如果你是油肌混合偏油的話 用這個的話你可以斟酌用蜜粉 不一定要跟我一樣就是 喔完全沒有定妝 所以其實就是看大家的膚質 看有沒有上完這個粉底液之後 後續還要再定妝 每個人其實情況都不太一樣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對這個商品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開架通路試試看 那這支影片就在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或有什麼話想跟我講的話 都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